第一棒的进攻剑态 进攻剑态呢 今天是担任先帮的游击手 昨天也是替补上阵 打了一个打数 九天一手在外脚硬是勾回来 哇 刚好呢 落在了左中外野之间 形成了一个落点 蛮巧妙的安打 也是在这一场比赛呢 两队的第一只安打的出现 是 那当然这个打数 对林副载场比较可惜的 应该就是在于 这个球取得球数领先 这个想要决胜的变化球 尤其这个变速球 它会是太高了 所以重心打的 其实是有点往前被吊中 但是因为在偏高的过程当中 它的变化的一个角度 跟它的锐利度 就压制来看的话 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效 而且在日本之后 我们昨天的宣传也跟大家分享 他们其实蛮重视一项 打者的数据就是 这个两好球之后的打击率 当然这个不见得是 有绝对的科学性 但是也代表他们认为 如果你在两好球之后 还能够有一定的一个攻击能力的话 对战局或者对球队 或对个人是有帮助的 现在轮到的是第八棒的三连手银次 银次在去年例行赛 三成零一的打击了 一发球内打36分的打点 昨天也是T5上阵 打了一支安打 球数现在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 那今天如果按照原本的规划呢 在尼伯德之后 应该就是国际赛经验也蛮丰富 但是还蛮少遇到日本队的韩威伦 那两个人如果能够吃掉一定的一个局数 其实后面应该还蛮好调度 那因为整个中职明星队呢 还没有用到的投手 也包括还有陈鸿文 另外还有年轻的林子薇 另外谢荣好 等于是至少还有这三个人士 之前昨天的比赛都没有上场 这个球在打成一个他方借外球 那以这一局来看的话 尼伯德我等一下比较有注意 好像他这一局开始 球入的比较明显偏高 刚刚其实 明智打的这个 借外球 其实从球的位置来讲的话 我想应该是独手要稍微有点紧紧逃手 前面两局 尼伯德投他蛮大队关键 他球无能量都控制在一个蛮低的位置 这个球还是打到了右半边 形成了借外 打击的银四 虽然没有打12强 不过2013年 这个小球宝刚担任日本世界监督 他就来到台湾进行交流赛 另外2014的日美野球对抗赛 那2015年的这个强化比赛 对欧洲队的比赛 他都是 这个算是准国手 这个球最终一垒手接到之后 选择先往二垒传 再回传到一垒 来不及 在双杀的一个时间浪费来讲的话 从一垒再回传到二垒不畏的野球再回传 因为这张都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球虽然第一时间打得还蛮强 还是比较难以形成双杀的 但还是比较难以形成双杀的 那这个球如果一垒手假设是像郑教的这种左撇的会快一点 会快一点点 就是说毕竟是比较顺向的一个投球 他接到说不需要太多转身的动 那接到就可以马上出手 现在轮到的是第九棒的扶手 探古银安朗 这次倒击红 在开打前临时的热身赛受伤 所以最终在日本五十队 就只有昨天先发的中村优品 跟今天的探古银安朗来蹲鼓 刚好一人来担任一场 去年例行战的探古银安朗两成一一的打击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飞球 应该距离并不远 二雷手赶快往后 要小心 没有问题 承拥级 还是把这个球呢 很惊险的给接杀 是但感觉上接的是有点险 若是以高国会来讲 他有很大的百分比可以接到 其实让他来接应该会比较好 从刚刚的角度来看的话 运势上高国会也差不多退到定位 现在形成了两株局 如果能顺利解决下一棒的玩家号的话 用球数应该是可以刚好在这一个 好处设定的一个范围当中 来顺利完成今天领不得先发三局的任务 玩家号在今天第一次的打击 是一个中外野方向的飞球被接杀 这位打者的一个本身的选球能力是相当不错 第一球的一个出棒呢 也没有非常 就是说很积极或特别的保守 并不是很好对付的一个打者 今天来担任第一棒 结果这个球打成一个反弹球 一类手接到之后 采雷自杀的玩家号 也让尼普德顺利的在45球内呢 完成了他三局的任务 两队的比数目前0比0